我们今天的话那我就开始上课了 网址的话给你们发一下吧 然后我选择的是这个 对啊你看到这个标题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对吧这个小说名字叫做 嫂子求你弄死我 对吧这是他的一个小说的一个名字 那么今天的话就是采集这里面的一个小说内容啊 教大家怎么去弄啊 因为这个内容的话 它会有一个加密 教大家怎么去搞 好吧 那么今天来听课同学 如果说你是一个零基础 或者说小白的话 可以先听咱们的一个思路 好吧可以先听思路 然后的话理解每一行代码是干嘛的 到时候有不懂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提问 好吧在公屏上面提问 然后的话呃不懂就问就好了 对吧对于啊本节课内容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对吧哎多问就好了 好吧OK啊 来那么做爬虫的话 那这个就我先教大家去采集这一张小说吧 这一张的话就采集出来之后的话 你采集这一本就比较简单了 比较简单了 好吧 那么首先去做爬虫的话得干嘛 我们实现爬虫的第一步是干嘛 实现爬虫的第一步是要干嘛 问一下各位同学 嗯 对不对 那老师这个没错啊 这个没错 抓一点s我哪知道你是干嘛的 对吧没错 你你问个这个东西 我哪知道你是要干嘛的 分析对的 我们去实现爬虫的第一个步骤的话 就是干嘛呢 去抓包分析啊 去抓包分析 哎分析数据啊分析数据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我们首先做的啊一定要去抓包啊 无论说你去采集哪一个网站 采集什么数据 你一定得先去抓包对啊 抓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开发者工具嘛 直接通过开发的工具你f12打开啊 f12在浏览器当中去进行啊 f12打开之后呢 我们刷新下网页 基本的流程步骤就是这样子啊 基本的话就是呃 怎么样的 就是第一个打开开发者工具 哎打开开发者工具 然后第二步刷新网页 然后第三步哎找数据 对吧 找数据的话我们有比较多的一些方式啊 就比如说说通过关联制搜索啊 对吧 关键字搜索啊 或者说你一个个去看也可以 或者说通过一些啊 特定的一些词去弄也OK的 好吧 那么首先打开刷新 刷新之后的话你看到没有 这里面就是相关的一些数据内容 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相关的数据 相关数据的话 我们一般去找的话 呃比较正常的是怎么去找呢 就去搜我们的数据在什么地方 去搜 你比如说搜这个啊 呃比如什么大柱对吧 那么就直接搜这个吧 打住对吧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里搜的话是找不到匹配项的找不到匹配项的 是你找不到数据内容的对不对 跟我们其他的一些网站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些简单的一些网站的话 你直接通过它的文字 因为这个内容是我们需要的吗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去搜 能够找得到的 但这个网站它是不同的 我们这个网站的它的一个数据在哪里呢 啊你可以点这个xhr 点这个xhr 在xhr里面的哪一个呢 这个不开id里面啊 在这个里面 那在这个里面的话 这这一段内容就是它的一个数据啊 这一段 这一段内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内容 只是说它这个文章内容是进行了一个 呃加密了的 好吧 是进行加密了的 然后这个的话你看到没有 哎章节内容看到没 对章节内容 懂了吗 其实这个的话呃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啊 这个的话你对于初学者同学来说的话 你说老师为什么你知道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的话就其实需要你有一定的一个经验 对吧一个分析数据的一些经验东西 你能比较快的可以找得到 好吧 OK啊 对啊 那我们首先的话啊 首先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数据先拿下来 我先把这一段内容给他拿到啊 先把这里面加密的数据我们先拿到 拿到了之后的话 我们要去对这一块内容进行个解密 解密出来之后的话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哇相应的数据内容 懂了吧 能讲一下12306吗 新人新人的话你可以去加木贼老师微信啊 那加木贼老师微信 12306的话之前讲过的 好吧 12306之前有讲过的 可以去加木贼老师微信要一下当时的一个录播 对吧 我在讲这个你说老师我讲一下12306 因为每个人的一个呃想要学的东西他不一样啊 不一样对吧 主要是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例为主啊 如果说你想要听其他的 如果讲过的话 你们可以去加到咱们木贼老师的一个微信 让他发你一下 好吧 OK啊 那我们首先的话 对于这个链接去发送请求获取下来吧 然后这个链接当中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里面有一个参数 有一个syn参数 这个参数他也是会变的 懂了吗 他也是会变的 这个参数他也会随随机改变 然后的话我们得到了这个内容 他也会呃也是加密的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要去获取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syn 这个syn的话是比较好找的 他其实就在网易元代码里面是有的 在我们这个网易元代码当中 是存在于这一个syn的一个参数的 像我们这一段链接 他所有的一个参数都在哪个呢 在网易元代码当中是存在的 而且每一张 每一张的 每一个章节 他的请求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懂了吗 我们整体的话 如果说你想要获取内容的话 给大家讲一下大概的思路啊 首先第一步啊 我要获取我的一个小说内容的话 第一步 干嘛呢 先请求我们的小说链接地址 先请求我们小说链接地址 也就是哪一个 也就是这个 先请求这个链接 请求这个链接 然后呢 获取他的网易元代码 网易元代码 网易元代码 解析出来什么呢 解析出来哪一个 解析出来我们的这一段参数啊 就是我们 哪一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syn的一个参数内容 主要是获取这个 像这一参数的话 我们都可以拿得到啊 解析出来这一段参数 我们直接给他复制过来吧 这段参数 对吧 拿到这段参数之后的话 我们第三步是干嘛呢 啊 请求我们的一个小说接口的 小说内容接口的一个数据啊 小说内容 内容的一个呃 数据报 连接 就哪一个呢 就这个 啊 请求这个啊 请求这个链接 我直接给他拿过来 就不复制权了啊 就不复制那么多了 请求这个链接 请求完这个链接之后的话 然后获取他的一个加密内容 获取他的一个加密内容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呃 这一串内容 这一串 对吧 这一部分 这个的话是他的一个加密内容 先拿到加密的内容 拿到加密内容之后的话 我们去干嘛呢 哎 进行一个解密 对吧 进行一个解密 解密 解密的话 就要分析他的一个加密规则 加密规则是 是通过哎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对吧 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代码 对吧 进行的一个加密 对不对 我们要去给他进一个解密 好吧 基本上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其实难的话 难在哪里呢 难在一个呃 主要是你的一个数据 第一个的话 就是你找到他数据对应的地方 其次的话 就是你要把这个加密的数据 给他进一个解密 这个话其实还好啊 还好 对还好 好吧 那么接下来就写代码了 代码的话 也比较简单的啊 那么首先的话 去请求一下链接啊 请求 请求链接 我们先拿过来 对吧 把这个链接地址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放到这个里面 我们去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需要模拟浏览器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要模拟一下浏览器 Headers请求头 去做一个模拟伪装 这个模拟浏览器的一个Headers的话 我们能够直接去复制的 能够直接在开发者工具当中 直接去复制啊 加一个UA就行了 不用加太多 加个UA就好了 复制过来 把我们的UA加上啊 然后的话我们再去发送请求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导入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import一个request request 然后再通过request 点上一个get的一个请求方法 把我们的链接地址传进去 UAL等于UAL Headers等于Headers 再用一个response的变量 去接受一下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 发送请求的一个代码啊 这个代码的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 不是很了解这个代码的一个意思啊 不了解的话可以给你们讲一下 然后我们请求之后的话啊 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得到的是一个响应对象啊 这里的话得到的是一个响应对象 响应对象 对啊响应对象 然后response200 这个200的话是一个状态码 表示的是咱们对于这个链接地址 发送请求请求成功了 好吧请求成功了 然后的话我们请求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获取它的一个响应数据 获取我们的一个响应数据 获取它的一个 呃 文本内容吧 点上一个text啊 获取它的文本内容 来 相当我们把整个网元代码的话就拿到了 这里的话是拿到整个网元代码 也就是我们这个页面的啊 这个页面的网元代码 网元代码的数据 为什么要去获取它里面的网元代码数据呢 是其目的是为了去获取这个sign的一个参数啊 就获取它这个呃小说数据包的一个接口的一些参数内容 这参数的话它存在哪个地方呢 啊存在于这里 对啊在这一块地方啊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用正折给它匹配出来 我们能够直接用正折给它匹配出来啊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从哪一段 从 这一段吧 从这一段 我搞长一点吧 OK 把这一段内容给它直接用正折啊 使用正折 证折 匹配数据啊 来 导入我们的一个正折模块 import i 然后我们直接来写一下啊 然后我们 i 点上一个方道 i 点上一个方道 复制过来 然后中间哪一段呢 中间的话我们是这一部分吧 对啊 这个摄影者这一串内容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啊 这这一段 需要的话我们就用个括号点心文表示 然后前面这个问号的话 用个转移字符给它转移掉 从哪里匹配的 从我们这个html data里面去匹配的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内容啊 我们可以给它打印看一下 看有没有匹配到啊 那 这是我们匹配出来的一个数据内容 然后我要的话是哪一个呢 要的是第一个 要的是这个 对 要的是列表里面第一个元素 那我们直接可以取个零 好吧 列表说音取值 直接取零就好了 直接取个零 取零的话 我们就能把它列表的第一个元素啊 直接拿到 把这个元素直接拿过来 拿出来的话 这里面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需要的数据的话 呃 但是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必要要的啊 像这个amp分号 这个东西是不要的 不要的话 那我们就给它干嘛呢 替换掉 就给它直接替换掉 replace 啊 直接给它替换掉 替换掉之后的话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啊 这是这一段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参数 懂了吗 这一段的话就是为了获取什么呢 获取我们这一个 接口的一个数据啊 这是这一段内容 就把这些给它拿到 也就是我们这个链接后面的内容嘛 看到没有 从这个什么呢 从这个book id 一直到什么 到这个sign的一个参数 就这段内容 我们就直接给拿拿出来了跟我们对比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 看到没 明白了吗 这个的话有没有问题啊 这里的话我们现在讲到的地方的话有没有问题 可能说有点快啊 但是我们可以停下来再给你们把你们不懂的地方可以详细讲一讲 可以详细讲一讲 南行代码不是特别理解意思的 你可以说一下 像我们刚刚的那些同学 像这位同学不知道还在不在啊 这位同学想听12306的这位同学 可能说我讲的不是12306 他就走了 对不对 那么剧本同学明白吗 还有我们前面那一个 呃 谁来着 米线同学啊 米线同学 打米线同学 还有我们这个佛星同学 有哪行代码不理解了吗 能理解不会用正则是吧 my circle 正则表达是也可以用在这里啊 我们 我今天没有用到my circle 说句话 没用到啊 没用到啊 好吧 正则的话其实比较简单啊 正则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串数据啊 我们有一个数据 对啊 我也有一串数据内容 是不是啊 那我们这里面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呃 随便给个吧 人生苦短 啊 我们人生苦短 哎 苦短 哎 对啊 我用python 好吧 然后的话我们前面可能说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容啊 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然后后面也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不是他会是这个样子的啊 对不对 但是我要的只是中间这段内容 我要的只是干嘛 我我要的数据只是这一个人生苦短 我用python 这团数据对不对 那么就可以用正则点放到 放到二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把这段内容哎 直接给他拿过来 对啊 直接拿过来 粘贴进去 是不是 把我们 如果说我需要的是哪段内容 对啊 我需要的 我就用个括号给他括起来 然后里面的数据的话 他有中文 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有我们的一个标点符号 有我们的一个英文单词 不管他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可以直接用一个典型文代替 用一个典型文代替 然后呢 再告诉他 我们这个数据从哪里来的 是从这个里面来的 从这个street里面来的 懂吗 这是政治表达式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写法 就相当于 来 放到 对吧 你要的数据是什么 以及你的一个数据语言 数据语言 就从什么地方 对啊 从什么地方去匹配什么数据 从什么地方去匹配什么数据 打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从什么地方去匹配什么数据 这就是啊 我们政治表达是最简单的使用 你你要什么数据的话 你就给它括起来 我们刚刚所要的数据 是不是中间这一段 中间这一段内容 然后我们把它前面的东西 给它复制了一份 然后后面的东西也复制了一份 然后中间这部分 我们需要的话 就用个括号括起来 然后里面的内容 我们就统一用一个典型文代替就好了 明白吗 听见没有 你的写法比那些什么什么表达式还方便 还不会找不到 对不对 这种的话是简单一点 这种是正者表达式的话 最简单的一个使用方式的话 就是这种 当然它还有很多 很多一些 很多一些匹配的一个方式方法 这些的话就需要各位同学 去好好学习一下正者表达式相关的一些内容了 因为在课堂上面的话 我们实现这个案例 主要就是教大家怎么去用 简单的使用 教你们怎么去搞 好吧 根据我们自己课的一个案例去弄 OK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啊 我们这一段内容出来的时候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干嘛呢 就可以构建我们的一个链接了 构建我们的链接地址 对啊 小说的 小说数据包的一个链接地址 给它构建一下 那么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link 我们的链接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 是这个样子的吧 对 它是完整的话 是这个样子的 完整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的话 只后面的内容 我是不是已经匹配出来了 因为它每一张都不一样啊 那后面的内容的话 我们直接加上一个字母穿拼接就可以了 加上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data 对啊 加上这个data 就给它构建一下 构建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一个完整的链接地址 哎 它就出来了 那完整地址是不是出来了 我们点一下 那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看到没 是不是出来了 对不对 有了这个链接之后的话 我们再对于它去发送请求啊 那么继续发送请求 继续去发送请求 那就是request 点上一个get请求 URL 就等于哪一个 等于这个link了 Headers 等于Headers 好吧 然后获取它的一个阶层数据 但获取我们的一个阶层数据啊 阶层data 因为我们这里 为什么是获取阶层啊 为什么这里的话 是获取的文本 然后这个地方是获取阶层啊 这里是关于我们响应数据的三种方式啊 那获取响应数据的一个三个方式 响应数据 那三个呢 一个是request 点上我们的一个text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 点上一个json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 点上一个content 这个的话是获取文本数据啊 获取文本 对 这个的话是获取我们的一个json数据 这个呢 是获取二进制数据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获取二进制呢 什么时候获取json 什么时候获取文本呢 对不对 然后这个的话文本 基本上你就要获取的是一个什么 王源代码 这是html的一个格式啊 但其实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获取文本啊 只要是干嘛 你要获取字符串数据的话 它反回是个字符串 反回是字符串数据 对吧 你要获取字符串的话 你可以获取文本 像json的话 必须得有完整的一个json数据格式 你必须得要是完整的json数据格式 如果说你不是完整json数据格式的话 他会报错的 那什么样子是json的数据格式呢 就是像这种情况 对 我们的数据是由这种挖括号包裹起来的 或者说你是里面是一个 呃 列表也行啊 列表也行 对 是这种形式的 一般的话我们就获取他的一个json 对 或者json 他返回的就是一个字符的数据 像二进制数据的话 一般是获取像我们的一些媒体文件 像图片啊 图片的一个数据啊 音频的一个数据啊 视频的数据啊 对啊 这些都可以 或者说特定格式的文件 格式的一个文件啊 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都可以去获取他的二进制数据 一般的话是用来作为保存 对 一般是用来作为保存 好吧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拿到了这个json数据了 是不是 我们json数据是不是拿到了 拿到之后的话 我们就鉴质对取值嘛 就根据什么呢 根据鉴质对取值 鉴质对取值 提取我们的一个内容 提取加密内容 好吧 鉴质对取值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根据冒号左边取冒号右边 根据我们这个冒号左边的内容 取到冒号右边的 那这我想要的是这一段内容 它所对应的右边是哪一个 是这个嘛 是这个章节内容嘛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用这个变量去接收了 这是nata 然后取什么呢 取它 这个内容的话 我们就直接拿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加密的一个内容 加密内容就获取到了 懂了吗 加密内容拿到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解密了 解密之前的话 问一下大家 解密内容 问一下大家 这个地方的话 有没有问题想问的 我们现在跟得上听得懂的同学 可以callcall6 如果说有哪行代码 听得不是很懂的话 你可以callcall5 好不好 来跟上的同学可以call6 可以call6 有点懵懵懂懂的 有点懵懂的 可以call5 可以call5 加同学呢 其他同学呢 加同学没什么问题是吧 那么解密的话 教大家怎么去弄啊 因为这里的话有个关键字啊 有个关键字 对吧 它章节内容 它会有个关键字 或者说你直接通过启动器 通过这个send啊 去弄也可以 你通过这个send然后一步步去跟站 去找到他的一个加密的地方也可以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关键字 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可以直接去搜这个关键字 搜这个关键字的话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有两个数据包是存在的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 打这个话就是我们这 这个内容嘛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哪个 还有就是这个js代码 对吧 还有一个的话是这个js代码 那 它一共有两个 那我们可以打个断点 对吧 这里打一个断点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也有 那我们也可以打个断点 好吧 打个断点 因为我们像这种加密的东西啊 基础啊 一般的话 一般情况像这种加密数据啊 加密的一个数据的话 一般情况都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那个js代码生成出来的 对吧 js代码生成出来的 就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密文啊 通过名文 对吧 名文的话通过相应的代码 然后一些啊js代码 对不对 然后呢 给它生成出来一个密文 好吧 所以说我们就要干嘛呢 去找到 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js代码 其实的话 找到这个js代码 因为我们也可以干嘛呢 因为我们在网页当中 我们在网页当中看到的还是这种名文数据嘛 是吧 我们在网页当中还是看这种名文数据 所以说它也会干嘛呢 哎 把通过密文 通过js代码去生成密文 也会通过密文 然后再通过js代码 然后生成一个什么呢 生成一个名文嘛 名文展示嘛 对不对 也会展示出来 所以说你找到它的一个关键字 然后去通过我们的一个断点调试 去找到它的数据在哪里 那么通过去搜的话 我们在这一个数据包当中 是能够找到这个关键字的 并且的话 它是有两个 对吧 有两个 有两个的话 你就可以都打上断点 打断点的话 就在这旁边啊 点一下就可以了 对于这行点一下 然后干嘛呢 然后刷新一下网页 刷新网页之后的话 哎 它就会直接断进来啊 断进来 看见没有 断进来之后的话 你看看这个A 对啊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一个什么 密文数据 对啊 这个的话就是它我们的一个加密的一个密文数据 是不是 是不是一样的 看到没 就是密文数据 对啊 密文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下一步啊 对吧 挑到下一个什么呢 啊 挑到下一个单步调试 你也可以点这个也可以 啊 点这个也可以 点这个也可以 我们直接点一下 点了之后的话 来 你看一下这个A 它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什么 那 来 看到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 这是不是就是小说内容 是不是啊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 那小说内容是怎么来的呢 对吧 它是通过这个T点上这个啊 Content啊 对吧 就T点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密文 密文数据 就是我们加密的数据 加密的数据的话 是调用的哪一个 调用的我们前面的这个函数 啊 调用的前面的这个函数 对吧 调用的是这个函数 就把我们的密文数据 然后传到这个函数里面 啊 传到这个函数里面 是哪一个 就是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 然后下面这里的话呢 这个T的话 传入进来的是一个密文数据 对吧 然后的话 通过这些方式方法 然后进行一个干嘛呢 返回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段代码 都给它直接抠出来 啊 把这一大段代码 全部给它抠出来 其实我们做GS立项的话 就是找到它的一个什么呢 做一些简单的啊 做我们那个GS立项啊 就找到 找到我们加密的一个代码 就是我们GS 呃 我们的一个密文 加密的一个代码 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扣代码 扣代码 就把我们这一块代码 直接给它抠出来 抠出来 然后在本地区运行调色 啊 在本地运行调色 那我们这个是哪一个函数 是对应的哪里 对应的这里 那么就把这一大段 全部给它抠下来 好吧 把这一段全部抠下来 然后呢 我们新建一个GS文件 我们书齐吧 好吧 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OK 好吧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重新写一下吧 比较 然后呢 等于 好吧 等于 好吧 这里是它的一个函数啊 它的函数 然后这个T的话 要传进来一个什么呢 传进来咱们的一个密文数据 那我们这里的话 就随便给一个吧 啊 给一个data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一段密文数据啊 把这一段密文数据啊 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给它复制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问题 这里 直接复制 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调用一下这个函数啊 concent 点log 对啊 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函数名是哪一个函数名 就这个 decode 对吧 decode 我们的一个concent 然后呢 再把这个data给它传进去 来 我们运行一下 看到没有 这就是它给我们返回的一个密文内 啊 明文内容 就是我们的小顺内容 懂了吗 打这就是一个解密的东西 比较简单 其实这个比较简单 就把这一段代码给它抠出来就可以了 就把这一段代码给它抠出来就可以了 懂了吗 这个有没有 什么问题想问的 打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打就其实就是通过这个 中国这一块代码给它生成出来的 你你我因为我们现在也可以干嘛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获取到了 这个加密的内容了 打已经提取到加密了 加密内容提取到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解密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通过python调用js代码 python调用js的代码 然后干嘛呢 然后进行一个解密啊 解密 那进行解密 那我们这里的话 首先啊 读取一下啊 读取一下我们的一个 js代码的一个内容 先读取一下这个文本 读取一下我们这个js代码 youtube看吧 txt等于什么 f点上一个read 读取js代码 读取完js代码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进行一个什么 编译js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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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需要使用到一个模块啊 使用到一个模块 importexec json 编译一下 compare 对啊 把这个代码给他放进去啊 把这个js代码给他放进去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js code去接收 好吧 这是编译之后的编译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他去调用他里面的一个函数啊 调用我们的一个啊 js代码的函数 代码函数 js code 点上 call 然后这里面的函数名的话记住啊 这个地方函数名的话你得用什么呢 啊 用字母串啊 他函数名是哪个是这个吧 这个的话就他那个字母串啊 用个字母串 然后后面你要传参的话 传参传的是哪一个 传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加密的内容 给他传进来 然后他返回的话 哎 返回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呃 结果resource 啊 返回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名文内容 那么可以打一看一下 那看了没有 这是我们前面呃 取到获取到响应数据 然后这个的话是加密数据 然后这个后面的话是我们解密出来的数据内容 解密出来的数据内容 看懂了吗 来看到效果同学可以coco6 看到效果的同学可以coco6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改一下 我们稍微改一改 把这里面的内容给他改一下 把这一串内容的话 给他替换成一个换行吧 用一个字母串替换 给他替换成一个换行符 替换成一个换行符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排版就会好看一些 我们的排版的话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后面的话还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这玩意 多了一个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也给它删掉 多了一个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也给它删掉 再继续替换掉replace 好替换掉 ok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这一个就解密出来了 就解密出来 就解密出来得到我们想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数内容 看到没 明白了吧 不难吧 这个是不是挺简单的 这其实我们就是简单的一个解释逆向 就比较简单的一个逆向的一个东西啊 就比较好找这个还比较好找的 没那么复杂 不像其他的一些啊复杂的一些杰逆向的话可能会更麻烦一些 这个的话还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一个内容了 比较简单的 主要是去找它的一个生成的一个地方在哪里 然后再把它那一段代码给它抠下来 而且抠下来这里的话也不需要你补什么 对它直接是一个完整的 像有些的话你抠出来之后的话 它可能还会缺少一些东西 可能还会缺一些函数啊 缺一些模块啊 缺一些环境啊 到时候你还要补环境什么的 这种话就不用补了 就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对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把相应的东西给它传进去就ok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就可以保存数据了 那我们就可以保存数据了 我们继续给一个 对我们随便给一个txt 随便保存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给它去写爬一本的 因为我们先只爬一张啊 爬一本的话我们等一下再来嘛 啊 incoding utf干嘛 我们爬一本的话 等一下肯定是要去获取咱们的这个 呃 标题的 获取咱们标题的 ok 运行 这样的话我们的小说内容就爬下来了 就这第一张的啊 第一张的内容就爬下来了 是一样的啊 跟我们前面在网站上中看到的是一样的 看到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问题吧 那 看到没 是一样的吧 理解了不 哇 这是爬我们单张啊 他主要就是这个加密的 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是加密的 所以有点麻烦 当然你因为可以通过这个关键字去搜能收得到 如果你搜不到的话 那你就通过这个什么呢 通通过这些去进行一个锻炼调试了 就是跟站 跟站的话一个个去跟 然后跟到什么呢 跟到我们的一个位置 然后看他的一个加密规则 但是这个的话就比较简单 就可以接收的 哇 直接说的 走了吗 你在西安啊 在西安啊 我在场上 OK 这是我们单张的一个采集啊 单张的 那我们要把整本内容采集下来的话 我们是需要把他的ID全部拿到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ID 章节ID 他每一个章节的ID不一样吗 那这是第二章的ID啊 第二章的ID 他每一个章节ID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要在这个页面 获取到他的一个什么呢 获取到他的一个书名 还有他的一个章节ID 还有他的一个章节名字 这些的话就全部要拿到 拿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在一样的嘛 去发送请求 我们请请求链接 这个链接的话 就是目录页的链接啊 目录页 目录页链接的话 用个呃 HT面吧 随便用个变量名啊 随便用一个 然后这个heads的话 我们就放到最上面去 然后呢 把送请求 哎 有不懂的话 大家是可以问的 不知道你们是听懂没听懂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啊 因为大家都没什么问题想问的 可能说呃 对老师来说的话 可能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对于有些同学来说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 能不能理解啊 不理解的话 也可以直接去问的 那这里话 我们用一个什么 HT面 鞋干嘛 OK 这下面的代码的话 我们先注释一下 先暂时注释一下 那这里面的内容是出来了 出来之后的话 呃 我们需要他的一个名字啊 首先的话 我们要取取一下他的一个小说名字 对吧 小说名字 小说名字的话 我们也用正则去匹配啊 那么可以去找一找 他的小说名叫做什么 扫子 啊 这个小说名字奇奇怪怪的 对啊 那我们就直接匹配他 然后的话 要的是这段内容 对吧 你看我 我是怎么去找的 先搜一下 我的需要的数据在什么地方 对吧 呃 拼接去标签那 那部分 啊 拼接去标签那一部分 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 哪一行代码 哪一行代码 这个嘛 这行代码嘛 这行代码呢 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 啊 扣子吧 扣的话在哪里啊 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 这个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里就是调用我们的一个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干嘛呢 调用我们的一个函数啊 调用我们接代码的函数啊 哇 这个的话就是调用 Js代码里面的一个函数啊 函数 上面前面这个地方的话啊 这一块内容啊 这一块内容 这个是他的一个函数名字 对啊 这个是Js代码的函数名 Js代码的一个函数名 然后后面这个的话是我们传入的一个参数啊 传入的一个密文参数 密文参数 对了 密文参数 然后的话 他会给我们返回一个什么啊 然后他一个整体的话会返回一个我们的一个小数内容 小数内容之后的话 我们后面就是通过字符穿替换的方式 replace的话就是字符穿替换的方式 对啊 把这一段内容给他替换成换航服啊 密文的参数在哪里 你是刚进来的吗 参数的话是这里啊 是从哪里 是从这个地方取到的 就从这个地方拿到的 你是刚进来的吗 刚进来的你该 自己站着听吧 你自己刚进来就站着听吧 我原本以为是一路跟着听的 结果你是刚进来的 刚进来的你你活活该 我只能说我活该 对吧 谁让你进来晚了呢 打扎你进了吗 那密文参数在这里啊 在这个地方啊 打从这边去找到的 好吧 在这个里面 对吧 错过了不再来 你错过了那能怎么办呢 对吧 谁让你来晚了呢 是不是 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啊 为自己的行为而买单 那没办法 因为有很多同学是之前有听过的 等一下可以再给你们讲一下啊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把典型问啊 因为我们是想要的数据的话 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把这一段内容直接给他复制过来 然后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像中间这部分的书我们需要的嘛 需要的话我们就用个括号括起来 然后用个典型问表示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内容是从哪里 从这个里面去匹配出来的 啊 匹配出来的 然后取个零 那取个零 哇 直接取个零 那这个的话就说我们的一个小说名字 啊 这样的话我们小说名字就拿到了 拿到小说名字之后的话 我们还要他的一个章节ID和章节名字嘛 他的一个章节ID啊 心里没数 来搜一下 那在这个地方 看得不 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一段啊 直接给他复制过来 把这一段段啊 直接给他复制过来 提取ID啊 章节名字和我们的一个章节ID 啊一点上一个放道 哇 然后中间这段内容是我们需要的吧 那么直接用个括号典型问 然后他里面这个地方的话用个杠基加 把用个杠基加 因为他有一二三四 因为这个东西没必要要啊 就相当于什么呢 他前面这一段内容 把前面这一块 这块的话我们是可以不用要的 对我们只要后面第几章第几章就行了 前面这个什么二点什么五点什么 对啊这个东西的话是可以不用要的 没有必要留着干嘛呢 还不好看 对啊还不好看 然后的话 这种符号给他转移掉转移掉 还有一个章节ID啊 这个是章节ID 干底下啊 这个是章节ID 对吧 然后呢 从哪里 从这个html里面去匹配出来的 啊一点s OK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好 这是我们的内容 给大家打印看一下 那么想要的这两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都全部拿到了 看得没 那我们的章节ID 还有我们的一个小说ID 小说的一个名字啊 ID和小说名字都拿到了 拿到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负循环便利了 对啊 通过什么呢 负循环便利 负循环便利 负我们的一个 嗯 他有一个章节ID 那么直接给他拿过来 还有呢 还有我们随便给个吧 给个index 因为这个要 我们要等下改一下的 因我们的一个info 给他便利出来 便利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title 它是有个换行符的 这里有个杠恩的 杠恩还有个空格 我们可以直接干嘛呢 直接给他去掉 index.sans chip daschip 好吧 这样的话我们的ID 和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这样的话 我们的ID和名字 就全部拿到了 来运行 看到没 所有的一个ID和名字都拿到 所有ID和名字拿到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对于下面的内容 进行一个处理了 对啊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让他进行一个批量的采集 首先的话 我们的ID是不是要传进来 是不是要改进来 改到哪里 改到这个地方 改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下面的话 我看还有什么地方要改的 这块没有什么地方要改的 OK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是保存在哪里 保存在这个nam里面 写入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啊 这个是内容 内容之前的话要写标题 Title 每次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要换换行一下 换行 好 这个地方的话也要换行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下载了 来我们直运行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本书都下载下来了 i.s是什么意思啊 猜一下 猜一下 这个的话是转移字符啊 这个是转移字符啊 因为这些的话你看到没有 有特殊的一些含义 我们可以直接用个转移字符给它转移掉 把用转移字符直接给它转移掉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 跑出来了 i.s i.s是什么的吗 去空格 i.s不是去空格啊 i.s的话是可以匹配换行服啊 如果说你不加i.s的话 你匹配不到数据啊 ok 那我就暂停了啊 因为这里的话能爬就行了 我就暂停了 我直接给它暂停掉了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采集下来的数据 那第一张来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 然后呢我们啊 第二张对吧 然后继续小说内容 是不是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啊 那第三 那然后第五张了 哎前面的话应该还有 那第四张对不对 第四张第五张 好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内容的一个采集啊 其实这个网站稍微复杂一点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第一个的话啊 第一个是哪一个 就这个内容是加密的 第一个是内容加密的 第二个的话是这个sign的一个参数 啊 这个sign的参数 它是一个什么 它也是加密的 吧 它也是加密的 也会改 当然你可以 也可以直接去腻啊 但腻的话 它在哪里呢 它在 它它腻的话不建议去腻啊 因为它有点奇奇怪怪的这个东西 啊 它 它有点奇奇怪怪的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这个 然后这个t的话是一个什么 这个t的话是id 这个i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时间戳 这个的话是一个什么来着 呃 还有个地方在哪里 它这个的话你不需要去腻啊 不需要去腻 因为它直接是在我们的一个网友缘代码里面是有的 啊 在网友缘代码里面是有的 其实你要去腻的话感觉没有必要 因为它是不变的 这个参数腻出来 它是不变的 是没有用的 下一步啊 就这一串 干嘛 就这一串 这一串啊 但那这一串它是有问题的 它是不变的 基本上没有变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n的话是个空的 打这个n是个空的 这个h是来自于哪里 h的话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啊 来自于这个地方 打是这个 然后的话通过md5的一个加密 然后返回出来这一串内容 但是这个的话和我们实际上要得到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 打和实际上得到这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数据的话 它它在我们的网友缘代码里面就有 在网友缘代码里面就有 就不需要去做一个逆项解密了 那一般的话我们虽然说它会变 其实有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 我们可以也可以直接去搜一下这个东西 它在哪个地方是不是有 如果说有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说去再出做一个逆项了 因为它这里面的话是直接存在的 存在这个地方的 打存在于这个地方的 这里的话也有一个看到没有 点tags 等于d 但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打个断点看 看一下它是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里是一个接生点pass 然后这一段内容 这个的话返回的是啥 对啊还是也没必要没必要去弄 对啊感觉也没没必要去给它去做一个逆项 因为它的话不涉及我们的一个 谁在网友缘代码里面找就可以了 谁在网友缘代码里面去找到就行了 好吧 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想问的 那就这一块啊就这一块内容 那点上一个tags的话 其实就是得到那一段内容啊 得到我们它这个的话返回的就是哪一个 返回的就是我们在网友缘代码当中看到的 对啊就是在网友缘代码当中看到的那一团数据 它其实就在网友缘代码当中是有的 呃然后点上这个 然后通过是哪一个通过这个里面 打jquery 对吧就其实就是网友缘代码里面的数据啊 不用去管它 不用管 有些网站的话呃 调试就断开了怎么办 打开调试就断开了 对吧 debug的话你可以去反debug调试啊 可以去做一个反debug的一个调试啊 懂吗你可以自己去做反debug的一个调试啊 方式方法的话也比较多啊 比较多 哇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小案例啊 比较简单的一个小案例 根据每个网站它都是不一样的啊 每一个网站的一个小说网站虽然说有很多 但是的话它都是不同的啊 像我们呃讲过的有几个有好几个网站 你比如说像起点的 起点的方式啊起点啊纵横啊 对啊纵横 纵横还有什么呢飞卢 对啊哎比去格的话大家是爬的最多的 还有什么还有昨天讲的那个塔独的 塔独的小说还有今天讲的飞啊 苏奇的一个小说 这几个网站啊 这几个网站采集的方式都不一样 哇采集的方式都不一样 然后的话像起点和纵横的话是有加密的 然后这个的话有一点加密 这个也有加密的 像比去格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加密啊 飞卢的话就是vip 他是需要做一个文字识别 啊飞卢的话vip 他是有一个什么是图片的一个形式 画图片的形式啊 为什么有些视频网站是这个样子 网站后面会变有些参数不会吧 这个的话就是说明你找的根本就不对 对吗 你这个的话他就不是他的一个视频网址 这个就不是他的一个视频网址懂了吗 这个就不是啊 这个就不是 听见吗 好吧 这个根本就不是啊 好多同学可能刚开始就是你做老师我我找一个比如说 见过的 我不知道哪个网站 反正就是你像这种网站的话 如果说前面带了一个什么bbbog的这种啊 他不是啊 他不是的 对吧 他不是的 每个网站不同 他的数据结构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根据不同的一个网站 他的一个数据写购 然后你首先的话也是一样 需要去抓包分析 做爬虫啊 做爬虫第一步啊 永远是分析 永远是先抓包分析啊 分析数据在哪里 抓包分析 对吧 那然后你怎么去分析的话 这就看你自己啊 你想怎么分析怎么分析 哪一个方面怎么来就怎么来 反正就是先要找到数据在什么地方 首先就是要找到干嘛呢 找到数据员啊 数据数据的地方 数据在哪里 然后的话 看他是不是有加密啊 看他是不是有什么一些参数 请求头加密啊 参数加密啊 或者说他的一个结果是加密的 这东西的话 就要自己一个个去分析了 好吧 好吧 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对吧 其实其他的话 那你们就可以干嘛呢 如果说你们真的 呃 如果说想学好的话 想深入去学的话 可以去找咱们木子老师啊 去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系统更生 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 一个系统的一个课程内容 因为我们给大家讲的话 这个案例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节省立项的一个案例 如果说你想要把这支点全部学好 去扎实的话 也可以去找到咱们木子老师 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系统教学的一个课程支点 系统课程教学支点的话 就跟我们公安课是不一样的了 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系统课程的话 它会从零技术入门开始教大家 包括爬虫所有的支点内容 爬虫的所有支点 然后数据分析的所有支点 然后网站开发相关的一个支点内容 还有我们的一个自动化办公 人工智能 还有我们前端VoE框架 这些的话都会在系统课程当中 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教学 详细的教学 因为公安课给大家讲的这个的话 呃 就是一个什么呢 哎 公安课 就是一个案例为主啊 案例为主 就是告诉你们 就是告诉大家 Python 哎 可以实现什么效果 对吧 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 那系统课程 它就不一样了 它是一个什么呢 理论 对吧 加时间案例 案例 相结合的一个教学 是从什么呢 从我们的一个零技术入门 到项目实战的 反而是从零技术入门到项目实战的 如果说你想要把Python学好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系统课程 可以去加到咱们的一个木子老师微信 加木子老师微信的话 你可以找他拿到这一张学习路线图 这张图上面的话 就是我们课程里面所具体教学的一个支持点内容 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我们的一个核心编程 核心编程 爬虫开发 数据分析 网站开发 人工智能 还有自动化办公 这些东西的话都会在我们的系统课程当中 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详细的教学 而且上课的服务的话和我们也不一样 系统课程的服务和公安课是不一样的 公安课的话就基本上给你们讲完这个案例 给你们讲完这个案例完事了就没了 但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的话 它是一个直播说课的 是直播说课的 一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三级课 一周三级课 晚上的一个八点 八到十点钟直播说课的 好吧 第一个是直播的 第二个的话我们也会有录播 有录播 圆码 笔记 文档 软件工具 这些东西的话也会给大家去提供的 软件工具 还有什么呢 还有作业 还有考核 那公安课的话 你说老师我要个圆码 没有圆码 对啊 你说老师要个笔记 没有笔记 对吧 没有也没有文档 对啊 也没有作业 也没有考核 就是你 就是很随 随你自己 对吧 像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没有给大家 但是在系统课程当中的话 这些资料 只是会提供给你们的 都是会提供给你们的 还有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解答辅导 老师的一个多对一的一个解答辅导 解答辅导 像公安课给大家去解答的话 就就是对于本节课 你哪行代码不懂 我就给你讲清楚 这行代码是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写 对吧 这样写的原因是什么 啊 就这样子 但是我们系统课程的一个多对一辅导解答的话 就你对于对吧 学习过程中 学习过程中 过程中 任何不懂的地方 都可以直接问 都可以解答辅导 可以干嘛呢 可以文字解答 语音解答 还能远程操作啊 远程操作 会方便很多 对吧 一下就能给你搞定了 一下就给你搞定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专属的一个 还有专属的班主任老师啊 班主任老师 对吧 监督学习 监督学习 并且的话啊 并且是干嘛呢 对于咱们的一个零基础小白啊 对于咱们的一个零基础小白同学 对吧 是可以干嘛呢 提供免费重修的 提供免费重修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同学都能提供免费重修 只要你觉得干嘛呢 学的不好 只要你觉得自己学的不够扎实 都是提供免费重修的 就相当于你一遍学的 觉得不扎实 你可以学第二遍 可以学第三遍 甚至更久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些资料的话 也是会提供永久的 永久提供的 会保证各位同学能够学会掌握的 这是和公安课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公安课的话 像我们有些同学 对吧 你听懂了 就听懂了 没有听懂的话 我就给你讲一下 你有问题的话 你在课堂问出来 我就给你解答一下 但是你不问的话 是不是 那咱也 对吧 那咱就随缘了 看你想想学的话 我就给你教一点 你不想学的话 那也没办法 但是系统课程的话 就不一样了 系统课程的话 它每节客户的话 都会有作业 每节客户都有作业 这个作业的话 是每节课都有的 每节课都有 考核的话 是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 是为了 这个的话 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干嘛呢 把这一所学习到字典 能够巩固复习 能够灵活运用 能够灵活运用 不是说你只是听了一个课 完事就完事了 还要去写作业实现相关的案例 多挑多链 这是学Python 必备的一个东西 必备的 懂吗 然后学完之后的话 我们也会 如果说你想要去实现一个什么呢 也会 如果说你想要实现一个基础边线 对吧 对于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学员 想要实现技术变现 我们也会提供相应的一个渠道 实现技术变现 提供相关的一个指导 知道 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些指导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 如果说你要接外包的话 希望外包指导 我们的一个外包的一个内部计端群 内部计端群 还有 计端群 还有我们相关的计端渠道 计端的一些渠道 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个外包问题解答 好 外包问题的一个解答辅导 这些也是会提供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就业工作的话 我们也会提供就业指导的 也会提供就业指导 像我们的一个面试 面试的一个简历的一个修改和制作 还有我们的一个面试师体的一个提供 以及面试问题的一个解答 还有我们的一个面试的一些技巧 这些的话都是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提供的 就会为了帮助大家去能够实现一个技术变线 想要接外包 能够可以帮助大家去接外包 想要去就业的话 能够帮助大家去提供我们相应的一个就业的一些平台 比大家自学的话会好的很多 你们在自学的过程当中的话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 应该是没有人给你去解答的 没有人会管你的 就是你学的怎么样的话都是你自己的 但是你跟着老师来学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跟着老师来学的话 你支付了一定的学费 会帮助大家把这个支点能够去学扎生 只要你干嘛 只要你能够按时听课 按时听课 按时完成作业 对不对 认真的一个学习态度 老师可以保证你能够学习掌握的 能够学会掌握 像大家在自学的话 基本上没有这个保证 遇到问题的话也没人会给你解答吧 是吧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自己去解决呗 对不对 有什么问题就自己去搞呗 走吧